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基礎霸王项羽 他真的对得起这个名号吗 开头我们先讲个背景小科普 我跟大家一样 对于项羽这个人的认识 主要是来自于《史记》里面的《项羽本记》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 这是一部主要以人物为主体去撰写的史书 当中有像是《本记》《列传》这些分类 因此又被称之为《记传》 但是《本记》主要是用来记载帝王的故事 可是项羽从来没有登基称帝 怎么可以被写在《本记》里面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司马迁就是项羽的脑粉 也有人说是因为司马迁 他被汉朝的皇帝处以公刑之后心生不满 所以故意把项羽排在汉朝的老祖宗刘邦的前面 专业的考据我们就交给教授 但是如果你有翻开实际 你会发现其实司马迁并没有少写项羽的缺点 再加上我们也没有其他更权威的资料可以参考了 所以今天的故事我们大部分 一样会以项羽本记作为蓝本 搭配其他人的列传做补充 我们一起听下去 一开始来聊聊项羽的出身 他本名吉 那你吉他先 有一说是吉这个字在古代楚国方言的读音 接近雀鸟的雀 所以后来他才会用项羽这个名字去行走江湖 项羽在楚国世世代代都是名将 他祖父辈项羽在对秦军的作战当中 就曾经大放异财 可惜最后败给了名将王俭兵败身亡 家学渊源之下项羽小时候的学习状况如何呢 我们只能说差强人意啦 他的属父项良让他念书 可是项羽不喜欢 让他去学剑法 项羽又不乐意 还顶嘴说 书本上都只是在寄一些没用的人名 剑法学得再好也只能打败一个人 要学就学可以打败一万人的本事 于是项羽心念一动 就尝试教项羽兵法 项羽小小年纪有一事成主顾 表示这就是我的菜我喜欢 然而呢他也只学了个大概 就不肯继续下苦工学下去了 大家觉得项羽的学习态度如何呢 有些人说他这样子很没有毅力 但是话说啊 诸葛亮呢 他也曾经留下读书的时候 指观其大略的记载 不求圣洁这件事情呢 你可以往负面去思考 当然也可以往好的方面去想 时间啊渐渐过去 项羽呢 长成了一个身高超过180 力量可以扛起大顶的堂堂男子汉 有一回呢 秦始皇到跪姬出巡 项羽和俗父项良 挤在人群中凑热闹 看到这种大人物排场啊 项羽就难难自语说 他这个位子啊 以后就是我的了 项羽吓得连忙捂住他的嘴 呸呸呸 人家人有哭没嘴啊 不能欧白讲啊 等到西元前2009年 承胜吴广起义抗秦 项羽呢他也在吴中举兵响应 很快的就聚集了金兵八千人 而项羽呢也以皮匠的身份 随军作战 众人呢渡过长江 吸纳了不少反秦的势力 而项羽呢也成为了 楚军的联合同帅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项羽带兵来到定陶这个地方 踢到一块大铁板 秦国的名将张寒 率领主力部队击败了楚军 而项羽呢也在此战阵亡 秦国的军队啊就顺势北上 围攻了赵国的聚入城 当时的楚王呢原本命令宋义 接替项羽的位子担任上将军 而项羽和谋臣范增呢 则为副将随行前往救援赵国 不过啊这个上将军宋义 作战不是很积极 反观二十多岁的项羽啊 急于想要帮淑妇报仇立功 他知道宋义和齐国的关系良好 甚至有把儿子送到齐国去当官 所以项羽抓紧机会 煽动士兵发动兵变 假传楚王的命令 杀了宋义接掌兵权 掌握了军事主导权之后啊 项羽立刻下令全军加速行军 来到了张河河畔 对岸就是巨路程 而这场战争呢也可以说是 项羽人生第一次手握兵符指挥全军 他冷静地观察敌营 发现秦将张寒王黎率领的军队啊 大约有四十万 是自己的八倍之多 而巨路程的周围呢 虽然也有其他反秦的诸侯国 带兵来救援 但是大家都惧怕秦国的强大 打下几座堡垒之后啊 就不再进军 看来啊只能靠自己啦 项羽呢下定决心 将军队一分为二 先派大将殷部蒲将军带两万人渡河 截断敌人的粮食通道 没多久收到先前部队传来捷报后 项羽紧接着率领大部队过河 一抵达对岸项羽就下令 大家把岸边的船只都凿沉 火防兵给我把锅碗瓢盆都砸烂 每人只留三日口粮 我们这一趟唯一的目标就是聚入城 进城才有饭吃 这就是有名的破釜沉舟的典故 于是啊 储君就像是打了肾上腺素一样 极度的亢奋 人人都渴望看到三天后的太阳再度升起 他们不断的向前冲刺 和秦军九次会战 美战皆胜 项羽的手下呢都像是超级士兵一样 可以一个打八个 喊沙声震动了天地 而在外围暗兵不动的齐国燕国等援军 都暗自恐惧 不敢想像自己如果跟项羽作战 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两久沙城散去 储君列队进入聚入城 年轻的项羽他完成了一场史书上面 罕见的以少甚多的案例 正板桥他更有诗句形容 项羽提歌来救赵 暴雷金殿连天扫 城暴君仇子暴富 杀尽秦兵如沙草 此时项羽在军营当中啊 召见其他诸侯 大家都是跪着前来拜见 没有人敢抬头指示他 经过一战成名 项羽他终于成为各国诸侯的公主了 巨鹿之战过后呢 大家对于项羽是又爱又怕 他也开始面临许多挣扎的抉择 譬如一连几场胜仗下来呢 项羽他收了很多秦国投降的士兵 因为担心降兵有变 所以他在新安这个地方 坑杀了有将近20万的兵族 而当他一路西进来到寒谷关这个地方 却发现秦国的首都咸阳城已经陷落了 而打下咸阳的呢不是别人 就是项羽往后一生的宿敌刘邦 这边呢说一个题外话 在巨鹿之尾还没有解除前呢 其实楚怀王曾经跟诸侯们约定 只要有人能先平定关中 那个人就当关中王 我们事后诸葛来看 最有冠军项的当然是项羽和刘邦 不过当时这个约定其实还有蛮多美感的 譬如是不是楚王故意想让两强相争 削弱彼此的实力呢 这个就可以聊很久了 说回正题 项羽看到刘邦他早一步进入咸阳 其实心里有很多不满 第一点是由于项羽的行军路线 是先北上救援赵国 再往西攻打秦国 比起刘邦来说就多绕了一点路 第二点是项羽认为自己打的是秦国主力部队 刘邦只是趁虚而入 第三点呢 这个时候啊 全天下都惧怕项羽 刘邦呢 你不懂得礼让也太不是项了 有人会骂 小孩子才计较这么多 但是项羽呢 他整整小了刘邦二十几岁啊 当他的儿子都可以了 要说是小孩子脾气呢 还真的没错 总之呢 项羽他在寒谷关前大怒 决定要带兵杀进咸阳 以四十万军马 和刘邦的十万军队互相对峙 就在此时啊 刘邦呢主动释出了善意 他透过项羽的亲戚 项伯牵献 促成了两人会面 这一场项刘会呢 就是史上著名的鸿门宴 正所谓会无好会 宴无好宴 究竟这次双雄聚首 是否会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呢 欲知详情 且听下回分享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一则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收看最新消息 已经订过的朋友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影片哦 想看更多有趣文章 也欢迎到英雄故事粉丝团 按赞加分享 这里是英雄说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